好 这本书是就是我目前挂车的这个英语诗文 英语诗文 那请同你可以把你的答案 打在屏幕下方 那我一开始讲一下 你可以对一下 其他同学也可以一起试着听一下 欢迎青红扬流 第一个是填Gout是吧 Gout 对这个通篇我们一看一下 就要注意他的时态 对不对 要注意时态 这个是说康蕊是一个22岁的年轻人 是吧 谁要注意到这个22岁的表达 他中间加了一个连字符 相当于形容词 相当于形容词 他是一个什么海报设计师 是吧 这个什么书店的海报设计师 先面都讲他是如何成为这个书店的海报设计师的 这个说他什么呀 得到了什么 自闭症 当他五岁的时候 五岁半的时候 five and a half years 是五岁半的意思 所以就这个时间状 上于五岁半肯定讲的是过去得的是吧 所以用的是过去式 这个autistic是自闭症的形容词 放在一起就是自闭的人 自闭症的人 不喜欢是吧 和他人讲话 也就是自闭症的人